平凡的装束果然掩盖不了你逼人的艺术气息 我是寻找气息过来的 对不起 坐车停顺 一个月没洗澡了 你为什么吃点肉 没点菜呢 因为你就是我的菜 那你为什么不问我只吃蔬菜和不吃肉呢 不用问了 因为我知道我就是你的心头热 这么久了 你还是一个人吗 应该还是二十个人吧 不 我是问你 还是单身吗 自从你有了女朋友 我就再也没有男朋友了 你呢 我已经很久没放屁了 嗯 她可不喜欢放屁 所以把屁给借了 如果当初你选择我的话 屁 你随便翻 有没有想过 成年能应该学会换位思考 有道理 知道为什么我喜欢吃这家冒菜吗 我知道 因为冒菜是一个人的火锅 你明天火锅的味道 却不喜欢火锅的喧嚣 不 这家冒菜店 是我唯一人知道的地方 老板 照旧 她设的账我来借 包括那个妈 你为什么不告诉她 我好像只是偶尔被需要 从没有很重要 你能够选择爱或者不爱我 而我只能选择爱你 或者更爱你 你成长有没有媒体 那个我都却选择爱你 起来 我真正想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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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